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得益于AI需求火爆以及执行长黄仁勋的带领,会达2024财年业绩暴涨,其营收同比增长126%,达到609亿美元。 GAAP贪博后,每股收益为11.93美元,同比暴涨586%,non-gap贪博每股收益为12.96美元,同比暴涨288%。 挥达在日前提交的年度代理文件中披露,在截至今年1月份的2024财年里,执行长黄仁勋的总薪酬为3420万美元,较前一年的2140万美元,大涨60%。 黄仁勋的股票奖励价值也比2023财年高出大约700万美元,他的现金奖金为400万美元。 他还拿到了250万美元的其他补贴,用于支付住宅安保和咨询费等费用。 回答表示,在数据中心平台强劲表现和生成人工智慧需求的强力推动下,其高管的绩效指标超出了目标上限。 除了黄仁勋外,挥达财务长的薪酬也上涨了大约22%,达到1330万美元左右。 挥达的大获成功,似乎也提升了员工的财富。 该公司2024财年员工薪酬中位数为266939美元,较上年增长约17%。 HBM作为AI晶片的关键组件,SK海力士月前与台积电签署了量解备忘录MOU,双方就下一代HBM产品生产和加强整合HBM与逻辑层的先进封装技术,密切合作。 SK海力士计划与台积电合作开发第六代HBM产品,也就是HBM4,预计在2026年投产。 据DILEC报道,SK海力士打算选择台积电的7奈米工艺,用于生产HBM4所需要的基础裸片BASE DAI,这是双方针对搭载于HBM封装内最底层的基础裸片优化工作的一部分。 HBM是将多个DVM裸片Cold DAI堆叠在基础裸片上,并通过吸通孔TSV技术进行垂直连接而成。 基础裸片也连接至GPU,起着对HBM进行控制的作用。 SK海力士包括第五代HBM产品。 HBM3E在内的HBM产品,都是基于自身制程工艺制造了基础裸片。 但HBM4选择台积电的先进裸机工艺,以便增加更多的功能。 双方还计划将SK海力士的HBM产品和台积电的Cold OS技术融合,做进一步的协力优化工作,以应相关客户对HBM产品的要求。 此外,SK海力士还计划生产在性能和功效等方面,更广地满足客户需求的客制化Customized ABM产品。 根据SK海力士的安排,2026年将实现HBM4的批量生产。 研究机构Trendforce资深研究副总吴亚廷表示,今年第二季度,市场已开始针对2025年HBM进入溢价环节,不过受限于DRAM总产能有限,为避免产能台积效应。 供应商已经将HBM价格初步调涨了5%至10%,包括了HBM2E、HBM3E与HBM3E。 而供应商溢价时间提早于第二季开始,主要有三大原因。 第一,HBM买方对于AI需求展望仍具高度信心,愿意接受价格上涨。 第二,HBM3E的TSV良率目前仅约40%至60%,仍有待提升,加上并非三大原厂都已经通过HBM3E的客户验证。 因此,HBM买方也愿意接受涨价,以锁定质量稳定的货源。 第三,未来HBM每GB单价可能因DRAM供应商的可靠度以及供应能力产生价差。 对于供应商而言,未来平均销售单价将会因此出现差异,并进一步影响获利。 展望2025年,Trandforce认为,从主要AI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角度来看,HBM规格需求将大幅转向HBM3E,且将会有更多12层堆叠HBM3E产品出现,带动AI晶片搭载HBM的容量的提升。 根据Trandforce预估,2024年的HBM需求为原年增长率将高达近200%,2025年有望将再翻倍。 在此背景之下,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,SK海力士和三星,分别于2023年7月底,8月中旬,10月初,向辉达送去了8层垂直堆叠的24G HBM3E样品以供验证。 随后,在2024年初,美光和SK海力士的HBM3E都通过辉达的验证,并获得了订单,三星HBM3E却并未通过验证。 根据业内消息显示,三星HBM3E至今未通过辉达验证的关键,是卡在了台积电。 因为汇达的AI晶片和采购的HBM晶片是较由台积电的CoreOS先进封装工艺进行封装的,所以台积电也是汇达对HBM3E进行验证的重要参与者。 传闻汇达和台积电最终采用的是SK海力士的HBM3E作为验证标准,而三星HBM3E与SK海力士在工艺上存在差异。 且凉率相对较低,这也是导致认证未通过的关键。 此前的消息显示,因为三星坚持使用非导电性酵膜Non-Conductive FilmTC-NCF技术,因而导致了其HBM面临一些生产问题。 相较之下,SK海力士率先改用P量回流模质底部填充Mass Reflow Molded Underfill MRMUF技术,解决了NCF弱点,也成为第一家供应HBM3晶片给辉达的厂商。 针对三星八层垂直堆叠HBM3E没有通过挥达与验证,是因为有缺陷的传闻,三星最新回应称,传闻不正确,并重申其提供最佳产品的承诺。 市场人士表示,如果检测标准调整,三星HBM3E就能通过验证。 汇达以及AMD这两大AI晶片领域最强势力,均集中采用台积电的4nm和5nm晶片生产工艺,而且预计不久后将陆续推出采用台积电3nm制程工艺的CPU-GPU产品。 因此,凭借着无与伦比的3nm、4nm和5nm制程工艺,台积电对全球AI晶片供应规模的影响可谓巨大。 台积电高管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,AI相关晶片的营收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50%,显示出其在AI领域的重要性和营收增长潜力。 反观三星在罗机晶片与HBM3E记忆体晶片已经双双掉队多年,这次未通过认证,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